今天在《議事論事》的環節 我們一起關注政府的行政改革的問題 德國政府一直都強調 行政改革的大方向是徵兵簡證 不過從政府的行政效率來說 行政程序審批繁複永長 才是行政效率低下的核心問題 所以行政改革除了合憑公共部門的徵兵之外 方權簡證也是關鍵所在 特區政府一直強調要秉持徵兵簡證的理念 為了簡化行政程序 不少政府部門大整頓進行職能重組 包括早前的人資辦歸於勞工局編制内 電訊管理局在年底和有政局合併等等 不過仍然有聲音質疑徵兵簡證的成效 而現時公務人員超過3萬人人手充足 行政程序就異常繁集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凱帆表示 會對部門人員的數量作出把關 而對於公共行政程序繁集 行政效率緩慢的問題 早前有學會代表建議 政府可以著良放分官員的權限 以提高行政程序的效率 例如一些小項目的批級等等 可能需要下放一些權力 例如一些行政改革的流程 都可以下放給中級官員決定 如何去改革 一些比較具體操作性的決定 其實如果能夠將來下放給中級官員決定的話 他們能夠更加懂得 如何可以將行政的流程縮減到最短 以及能夠更加提高效率 而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 有學者認為國外很多透過收集科學數據制定政策的例子 認為本澳亦都可以放效依據大數據來制定公共政策 同樣有利於提高公共部門的行政效率 烏鴨卫士綜合報導 今天議事論事的嘉賓是澳門立法會議員宋碧琪 宋碧琪表示 精兵減政並不僅僅是架構重組 而是要透過放權來減省程序才是大作為 而深化行政改革亦都是未來特區政府落實五年規劃的重要一步 相信各位市民都很清楚 在一國兩制之下 澳門實行的一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而在這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裏面 行政部門就成為一個社會的重要的主體 但是我們看回行政部門的這幾年的作為 其實我們的廉署也都曾經出過一些的報告 裡面也都是批評到有些的官員 甚至有些的行政部門是亂作為不作為 我們回顧這一年的精兵減政所實行的一些政策措施的時候 不難去發現到在現時的精兵減政 在部門合併了之後 人是在一起了 但是我們的行政程序 市民所要提交的資料 或者是變節性 似乎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那其實政府在五年的規劃裡面 也都是提到了未來的施政 也都會是繼續去從善治去著手 改善我們的行政的一個作為的問題 而在報告裡面 是很有效的特別是包括這個簡證放權 這一方面其實有值得我們特區政府借減的地方 因為在我們現時的體制裡面 基層的官員根本是沒有一個實權去作為 往往是要通過層層的授權 而且這個授權 也是事業做了之後 也都要經過層層的匯報 最後才由最高層再下一個決定 這個一來一回的程序 往往是拖慢了整個行政施政的一個效率 所以在未來第二個階段 我想特區政府也都要是窄 即是在抓緊一些的重點去推行 如果抓不到這些重點去推行 只是在周邊去游利 或者從表面上再去處理的話 對社會也都是不利 為止是建議政府在第二階段的 行政改革的措施要積極作為 多些思考一些重點需要改革的內容